他也提到說目前民進黨不像以前這麼團結 陳前總統有沒有聊到自己官司的事情 沒有 他說個人事小啦 黨或者國家的事情比較大一點 一天好久不見 他今天是看了阿扁 他是在呼籲說民進黨要團結起來 還支援阿扁的 可是他大概沒有曉得阿扁 扁案今天已經宣布都911都已經要宣判了 這中間還有一個很重要的 8月4號認罪協商 這裡一共有6個人 陳志忠 黃瑞敬 吳錦茂跟他太太 陳靜英 郭前慶跟蔡明傑 上體面可能包吳錦茂他們應該會比較清對不對 他們至少有供出一些東西來嘛 陳志忠跟黃瑞敬看起來大概中罪難討了 陳志忠跟黃瑞敬其實上個月的時報週刊有報導 就是特徵組我們的協法是說 拒絕跟他們認罪協商 因為為什麼 就是他完全沒有任何一個誠意 他只是對外面宣布說我認罪 但是一直沒有協商的動作 所以是一直沒有啟動 那時候陳志忠有要求特徵組 你幫我出一張函去跟瑞士要錢 大家就會覺得很奇怪 他不是簽了一大堆文件要去要錢 也沒要回來 到最後再請特徵組幫他簽一張 特徵組是拒絕幫他簽的 所以到目前看來也來不及了 事實上來講說特徵組完全沒有啟動這個認罪協商 那已經半年過去 但人家911要宣判 你現在要去啟動怎麼來得及呢 而且特徵組也沒有這個膽量 再去再干犯所謂的社會觀感的問題說 我再給你再等你半年 停期都已經定了嘛 再來就是這幾個認罪協商裡頭 因為我剛才特別問了一下 比如說郭權慶還有蔡明傑還有吳錦茂夫婦 他們曾經在特徵組的時候 曾經要當過污點證人 當然有人成功 有人是不是有被接受當為污點證人 會不會成為他們說 再提出他認罪協商 會不會檢察官願不願意再幫他提 提之後會不會他行度會稍微輕一點 是跟黃瑞敬跟陳志忠是完全不一樣的 陳志忠黃瑞敬他們當庭都認罪 重點是他們沒有協商 重點是沒有協商 所以我覺得這個已經非常清楚 除非說用那一條說什麼親俗減半 要不然是重罪是逃不過 所以蔡主持人講說8月4號 8月4號在兩個禮拜後就來了 當庭把這六個人找來 你認罪協商到底協商得怎麼樣 吳錦茂跟陳經可幫我們找回一些錢 吳錦茂特別他供出很多什麼珠寶在什麼地方 那些人家有貢獻那你陳志忠黃瑞敬 貢獻在哪裡 8月4號我跟各位稍微提一下 這個在8月4號在開庭的時候 因為像利透營造的郭權慶 郭淑貞 因為他全家都捲在裡面 他在偵查期間已經轉為無點證人 郭權慶是轉為 那其他像包含蔡明傑 吳錦茂 陳俊英等 就是說在扁岸的審理初期 就是在特徵組偵查期間 他們還是跟特徵組有所抗拒 但是在審理期間的時候 他們是當庭認罪 就是審理期間他當庭認罪 從這個地方我們回想一下 蔡守遜叫他們父子對職過程當中 就是像包含陳志忠跟陳水扁 對職過程當中 你有沒有發覺蔡守遜一再問 陳志忠的四個帳戶的問題 還有問數目字的一些問題 問的是非常非常非常的清楚 那這就是顯然 顯然蔡守遜已經認定 你陳志忠應該沒有所謂的誠意 因為蔡守遜問他 你的時間我提醒你時間 我提醒你的日期 我提醒你的開戶 你在哪邊開戶 到底多少錢 這個數目字請你回想一下 或者提示證據 從這些動作看來 我想8月4號 陳志忠的認罪協商 是應該是一個破局的局面 你剛剛講他那天是 蔡守遜會直接問 特徵組跟檢察官嘛對不對 到底認罪協商還有沒有 那當場就沒有 就擋回票了 所以他們兩個大概送罪就 其實8月4號的認罪協商 你現在不要再談那個認罪協商 還有什麼物點證 談什麼審判中審判 認罪協商是審判外的一種協商 不是正常的審判程序 所以這個搞得很糊塗外的 你們現在就很 弄得很清楚就是說 這些人都不會認罪協商 現在你寫的這些人 這六個人啊 通通不會認罪協商 就檢察官不會幫他們 檢察官不會跟他談認罪協商 就是說你承認有罪 我給你多少 認罪協商其實判刑是檢察官在判 不是法官在判 審判程序是法官在判 你剛剛講反了 你剛剛有點口誤 審判的時候法官在判 那個求刑的時候是檢察官求刑 不是 認罪協商是檢察官 認罪協商 刑是跟檢察官談的 認罪協商是法官 檢察官請求法官 依照協商程序的結論來判決 對嘛 所以要先跟檢察官談好 那基本上檢察官談好 多少刑期法院要遵守的 基本上來講是這樣子 所以現在呢 已經訴訟程序 進行到這個地步了 他真的不需要跟你認罪協商 你就按正常的審判程序 去進行就好了 不要以為認罪協商 就完全是好的 你其實有些人 他是有些被告 他是其實是沒有罪的 但是又被檢察官 扣了很多證據 他擔心到時候 被檢察官硬扣證據 變成自己有罪 還不如我乾脆認罪 認罪協商的認罪 不見得代表有罪 所以這個又講起來複雜 就是這些人 不會有認罪協商 我要補充一下易鴻的 因為怕觀眾誤解 說這些人搞了半天 跟陳志忠 黃日軍一樣下場 錯 這些人除了黃日軍跟陳志忠以外 叫做在審判中自白 自白還是有的 所以他們會審判長 會根據自白 減輕或免除其刑 減輕為主 所以基本上這四位 在審判過程中 完全承認自己罪責的 把過程交代清楚的 配合審判的 他判的絕對不會太重 這個要把它分開來 所以沒有這個 這個免得 所以無警罵 所以無警罵 重人效率很重 讓我們找回 包括珠寶什麼那些 是會比較輕的 可是呢 陳志忠跟黃日軍 大概就會比較重了 剛剛余天今天就看了阿扁 出來是在講民進黨團結的事情 阿扁還是希望說 911宣布之前 還是團結起來支持我阿扁 我不贊成剛剛一位觀眾電話說 一省有罪 二省就無罪 三省就無法無天 我覺得這種論述是太天馬行空 一己主觀之想像 正如余天轉述阿扁的話 我倒覺得阿扁應該自己關心自己的官司吧 意外的事先不要講吧 自身難保還關心意外的選舉嗎 不需要 911啊 當然這個數據 是法官自己根據他的審判的時間表定的呢 或者是他覺得 911這個太好了 我不知道 剛好是禮拜五 但是外面有各種聯想嘛 就像921啦 228啦 64 數據這種他意識的 所以就像911 我想這個不祥之兆啦 本能不知道 也許是巧合啦 但是我是這樣想 其實就像那個觀眾 你們剛剛幫他打個標題 我覺得我們都要養成尊重司法判決 剛剛有兩位發言說 民進黨一定有動作 有動作嗎 會有動作嗎 我覺得也不需要先講 看看7月10號 炎壓停 民進黨動作有什麼 事前有嗎 事後也沒有啊 沒有任何動作 我想說 這是回歸司法的事情啦 我覺得政治力 我們也不需要替他們再做各種 說你要起來不需要 這不是揭竿其意的事 其實從三度炎壓文 我們不是看出一個趨向了嗎 從高院駁回抗告 不是看出一個趨向嗎 包括對陳思維說 讓他交保以後 會有各種狀況發生 包括你看 高院的駁回抗告 也都談到干擾審判的問題 我是這樣想啊 911其實大家心裡有數 為什麼判 大概八九不離十啊 但是我還是要這樣想 對民進黨人士這樣講 請不要介入司法 讓整個司法程序做 這是一個文明法制 是不是該做的嘛 同樣的 陳思維或陳思維 本人是不是要思考 是不是要改變策略 與法官對抗有效嗎 是這個後果吧 難道一定要跟法官對抗到底嗎 你就按照程序 法官怎麼問 你一記全去辯論嘛 甚至我還主張 陳思維難道不要思考 你採取認罪的策略 肯怕對你最好 有人認罪 最有肯怕 還有一個政治考量的可能性 如果不認罪 從一到三審 我看更不樂觀 來來 蔡文 剛剛觀眾有在擔心 有可能嗎 一罪重判你又到了二審 真的有可能減輕或怎麼樣 我們觀眾那麼多 難免會有部分的觀眾 會有這樣的想法 更擔心 有樂觀有悲觀總是會有 不過我們就要尊重整個程序的進行 今天陳水扁講了一句話 他說他個人事小 那麼他們黨的團結跟國家的勢大 我想這就講得非常的好 但是陳水扁說 你在講這句話的時候 我們期盼 你也要怎麼樣 不要想把個人的思想 硬要拖著民進黨 跟整個台灣社會 把它捲進去所謂的 希望用政治力量 引來對抗司法力量 經過這一段時間的考驗 我們發現說 我們的法官跟法院會漸漸成熟 因為你法官在做任何裁定 或者做任何判決 你只要所根據的證據 跟根據的法理沒有矛盾 沒有什麼瑕疵 沒有什麼瑕疵 我想人民沒話講 都會支持你 即使說良行的輕重 可能大家會有意見 只要你不要有什麼 互相矛盾的法理 互相矛盾的證據 產生大家的重大疑惑 以外呢 良行輕重 我要呼籲 不管是藍的啦 綠的啦 什麼族群啦 都要尊重法官 最後良行的判決 我們師傅啊 宗家仔啊 壹宏 怎麼樣 台灣話不是什麼 一清重疤 二清一牌也三 Herren 以前進來 才策略 這個其實是早期 現在不這樣啦 早期的時候 很早很早 我剛跑新聞的時候 比較有這種情況 因為最早的時候 審判書啊 是要送給院長蓋章的 movies 你isen實 想不到吧 審判書要送給院長 院長蓋啦 那個審判書才算數 那后来就 汇除裁判出送约制度 院长不能干涉 你们自己判了就算了 那慢慢慢慢 现在法官的独立性 慢慢出来了 现在出问题的 不是司法独立的问题 其实真的没有什么人 敢把手伸到司法 而是法官的办案 审判能力的问题 法官的能力操守的问题 那现在法官的操守 是比以前好 但是能力事实上是比以前差 那你说现在的法官 他是因为拿了钱 然后二审判你无罪吗 早期有 早期比较有可能 有司法法人运作的空间 现在坦白说真的是 我所了解的情况非常少 尤其贬案这么重大的案件 你假如说民进党 你假如说送到二审 你还要政治力借助的话 我跟你讲 害死沉睡贬 本来该会出来了 还是他出不来 所以民众不要太悲观 当然二审不要太悲观 很多人在讲说什么 有暗庄啊 或者是以前的习惯 二审就轻判了 二审轻判的理由很多好 那我先不讲那个暗庄的问题 我先讲法律理由 如果今天一审 就如刚才各位观众讲的 说一审判无期徒刑 检察官没有上诉的理由 他就直一直权上诉了 如果判很重三十年 检察官也不上诉 当事人上诉 他本来就不能比三十年重 因为当事人上诉 他只能判比一 一审要轻 除非检察官 那审察官认为已经判得很重了 他就没有一起上诉了 因为他觉得三十年 我不必要求刑 五期徒刑了 那就当然就 二审就比一审一定 只会轻不会重 最多维持原判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看 一般人就会误解 二审好像都是减 没有加 那是因为大多数 一审判的结果 检察官就没有在上诉了 这个比例 究竟比那个加的要多得多 所以有这个一般的流言 那当然过去 再加上刚刚一红 塑江那个理由 当然就有 所谓二审轻判 不过我认为这次 陈水扁要逃过五期徒 是蛮难的了 我们现在讲这么早 四几天讲 你说一审 纯讲一审 纯讲一审 因为现在去讲二审 我必须说 我也希望这个节目 不要太早去谈二审 二审说十月份以后的事情 才该定 我们现在就去谈这个事情 一审现在已经审判完 马上就要辩论了 基本上可以做个判断 也就是你当事人既不认 还对抗 那在法官的新政中间 然后你所判的刑在 最重要有两个以上的 罪是无期徒刑 所以现在不是重罪 而是重刑的问题 所以我认为这个无期徒刑 如果按照911这个时间点 我甚至于 我用猜测的 几乎无期徒刑的可能性很高 为什么 他这样的上诉才快 一职权上诉才快 他基本上二审的分案 才可以赶在926 他才有可能 要不然是 我在想蔡守信怎么在那里 算算算算了一个911 来定审判日期 这应该他有一个斟酌的 那当然我现在讲的也太早了 不过我认为 重判的可能性是蛮高蛮高的 他关底是谁 是阿珍跟阿扁是没有关系 所以变数还是一个一个在出现呢 第一个当然了 目前大家来看 无期徒刑的可能性是有的 而且现在没有延续犯的问题 而且现在也没有30年 25年最高25年 所以我个人来看的话 阿扁重罪的情况是绝对有的 这点都没有异议 然后至于说 李建木这个问题是很好笑的事情 李建木他所讲的这些东西 确实跟原先在检方的时候 有不一样的地方 今天问他说这不正确 他也认识 可是他说是阿珍不是阿扁 我是这样初步 我是这样子预测 刚刚我们以前有谈到 这个伪证罪的问题 其实伪证罪应该是要等到 一审判决以后 才会有伪证罪的问题 没有说还没有判决的时候 先做伪证罪的 李建木如果他的案子 等一审判决完的话 搞不好他还会外面 还有一个加一个伪证罪的问题 是真的有可能会产生 第二个你说龙潭土地 勾那个案的时候 情况不是这么简单 一个族科管理局的局长 到总统府到官邸去做报告 这已经约了不只是 三成五成成级以上了 这是什么回事 所以到今天底 李建木还是帮阿扁 还是帮不了的 他绝对帮不了 因为监察院的报告 已经把行政院所有的 发文的时间日期地点 我们已经讨论过了 就是说我们不再讨论 但是李建木先后翻案四次 那你说他的证词 法官他会采信吗 所以我觉得李建木的翻案 那是非常愚蠢的做法嘛 他已经翻了四次案 那你的证词 法官绝对不会采纳嘛 好 我们现在开关关于 观众朋友包括911那一天 庭期已经定出来 阿扁那天能够放吗 我们听你声音 包括8月4号 看起来陈志忠黄瑞静这个认罪协商 已经没有希望了 这时候还不好好判吗 是他有没有后续的东西 另外今天对扁家来讲 可能有一个好一点的消息 说本来陈信颖在担心说 他案子会分给蔡守信办 蔡守信今天因为确认他 办扁案办太多了 所以要分给用电脑来 蔡守信不会办他案子 月底8月底有可能会出去吗 我们再讨论一下 马上回来